那么既然股市已经下跌 刚才我们分析的是什么 下跌的一些原因 下挡的支撑 我们大概怎么去看 先去走一步看一步 我们先看怎么去看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分析 下跌下来之后 会引起什么样的一些变化 对吧 当然变化最明显的 可能是手中 如果你持仓的话 你的资产的在缩水 这是一块 但是缩水的不仅仅是中小投资者 还有什么大股东 大股东它同样也是这个缩水 那大股东缩水还分两块 有的是有股权质押的 有的没有股权质押的 所以今天咱们有这么一条消息 而且也是很多公司都已经停牌了 是什么呢 大股东质押的股权 由于下跌 也逼近了警戒线或者是平仓线 有这么几家公司已经是公告了 包括像海洪控股 齐心集团 西叶股份 贯福股份 这些公司 昨天晚间已经发了这个公告 说控股股东质押的股份 接近或者触及了平仓线和警戒线 股票从今天开始起停牌 并且在实施相关措施之后 复牌 那么目前的市场的股权质押风险 到底有多大 我们先来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据万德数据统计前市 最近一年来 两市就有48家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进行了全质押 如果加上早期质押未解禁的 这个数量有望更多 若按照30%的质押率来估算 整体风险都不大 若按照40%质押率来估算 风险也可控 仅有华丽家族 金红能源 长江润发 国旅联合 中润资源等风险危险路 就总股本占比来看 目前两市共有417家上市公司 质押20%以上股权 163家上市公司 质押了30%以上股权 60家公司质押了40%以上股权 其中还有17家公司的股权质押比例 超过50% 美景能源 华昌达 城商集团 财信发展 万泽股份和华信国际的股权质押比例 超过总股本的60% 美景能源的股权质押占比位居两市第一 数据显示 美景能源从去年以来 共有8次股权质押未解除质押 合计质押了13.99亿股 占总股本的比例达到71.39% 涉及参考市值185.57亿元 据统计 以去年以来的股权质押未解压股数计算 两市共有66只个股的大股东 已经处于百分之百质押状态 共涉及151次股权质押 刚才这段短片就讲到了 大股东持有的股权的价值在缩水的情况之下 一旦他之前在股价高位的时候 向银行去质押来换回资金的这种行为 由于股价的大幅下跌就存在到了警戒线 有可能就是有点像期货市场的这种面临爆仓的这种风险了 阮君怎么来理解这样的一个现象 我们看到这个短片中间提到了公告是四家公司 但是大股东质押 他肯定不是只有这四家在做 还有其他的是吧 怎么看 第一个我从我们目前所测到的一些数据来看 可能因为他可能有很多股权质押出去以后 第一个我们估算目前大概2800多家上市公司 估计大概有个几百家到上千家都有可能会 都做过股权质押 对都做过股权质押 因为股权质押这个东西可能对上市公司来说 他是拿贷款是最容易的 因为你要贷款必须要质押 必须要拿钱 那么这样的话就是第一个我们也看到 就是说我记得当时在第一轮5000点下跌掉 3373点就有一个奇观 就是我们的可能近一半的公司都被停牌在里面了 因为跌到后面实在受不了了 赶紧申请个理由停牌吧 那么这一次的话我们也看到 现在有一些大股东股权开始质押停牌 因为本身呢我们认为啊 就是说大股东股权质押的这个风险的爆发呢 不会这么猛烈 为什么就不会这么猛烈 因为我们看到很多公司股权质押 它都质押了上亿股的都有 就是两点多亿股的股权 大概质押到70% 大概一亿多股 那么这个一亿多股质押到如果说爆仓的话 我举个例子 你不管是银行还是券商 拿了你这些股票 它其实是没有办法卖的 知道吧 因为你拿了一亿多股 你爆仓砸出去 可能六个跌停板 你都不定能卖得掉这些股份 如果说跌停板只要一多的话 一般性我们知道爆仓紧接线 可能在130到140或者150 你可能三四个跌停板以后 你真的要亏到银行或者就是抵押方的那个肉里面去来 就是亏到它成本里面去 所以说理论上一般性是双方协商的 但是我们上次看到那个汇球科技 他就是给别人一把砍来出去 早上七个竞价 我当时也闷了 我说这个股权质押大股东 这样你这一把砍出去 这个会引发很多的连锁反应 汇球科技也停牌了 对对对也停牌 因为当时就是他第一次给别人一家券商 直接把它平仓出去了 几百万股吧 我记得 那么第一个就跌停 那么我说过 如果你大股东质押发生爆仓 这个比中小散户的爆仓更危险 因为中小散户爆仓可能也就是十万股 二十万股 你一把早上砍得出去 大股东这个爆仓一把是 五把都不定能砍完你这些仓位 那这个的话风险会很大 所以说这个东西未来双方肯定会协商 但是我的感觉就是这个停牌 这个东西我们一直要商榷的 就是你动不动就停牌 那么我们一直开玩笑 大股东爆仓了能停牌 那小股东爆仓了你让不他停牌呢 对啊 哪天我小股东说我仓位我要爆仓了 我要停牌 对啊 这个通股停牌 平时只能是大股东说停牌 第一个通股同权吧 对吧 第二个你现在大股东又爆仓 你要停牌了 你把你的风险积压住了 但是你什么时候复牌 你什么时候能解决这个问题 不知道 如果说你真的2200点 你解决这个问题出来 再补电呢 那你这个问 你把你的可能抽了一笔钱 把你的款都还掉了 把你的风险释放掉了 但是这个时候复牌是 如果说是2500 2400呢 那开盘再补电 那这个中小投的这个损失怎么办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 我们一直说 就是说停牌 因为我记得在去年 就是当时5000点到337点 第一波停牌完了以后 交易所严格管控了 后面不允许你轻停牌 哪怕现在停牌从组 你要公布时间 而且好像有一个时间 总的长的一个节点 但是我想未来 对于我们的新生事 我觉得这次大股东爆仓停牌 你交易所肯定也应该有一个 明确的一个说法 就是你到底你能停多少 不能无限期停 无限期停个半年 我等明天牛市了 后天牛市我再复牌 这个也不对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东西 大家一定要拿个 比较妥占的一个方法出来 而且我觉得这个东西 无限期的停牌 对普通的中小投资者 绝对对二级市场 尤其在目前 这么大的一个政党过程中 绝对不是很公平的 好 对于这个停牌 这个大家还是要有一个 这个谨慎 尤其是这个股权质押之后的 这个停牌 如果投资者持有 相应的一些股票 不妨去查一查 查一查 你所持有的公司 有没有在高位 做过股权质押 这个大股东 这个有没有在 高位做过股权质押 这个事 如果比例比较高 或者绝对数量比较大 然后股价跌幅又比较大的 你如果 这个有风险警示的 这个作用的话 我觉得这个心态的话 我觉得 是不是可以先回避一下 这个大家也可以去考虑一下 因为毕竟刚才 远竟提供一个数据 做过股权质押的公司 几百家上千家 比例还是很高的 这里面的风险 大家可能还是要 还是要注意一下 毕竟中小投资者 我们套牢了 是没有办法要求 这个公司是停牌 只有大股东 他才能到目前来讲 大股东说 我的风险质押 我的股权质押有风险 我可以停牌 这个风险和收益 以及权力 目前显得好像 还并不是非常的对的 刚才远竟也提了这样的一个观点